怎么了 我下午从酒店回来的时候 碰到你妈妈了 然后我们一起喝了个下午茶 我一切都好 你不用担心我 你最近 好像瘦了不少 一个人照顾爷爷 真是辛苦你了 谢谢阿姨惦记着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同意 你跟陆静在一起吗 因为我普通 我穷 我没钱 你是说门当户对吧 你错了 门底观念 从来不是我在意的点 不瞒你说 当初 我也是一无所有 一个人带着幼小的陆静 出国去打拼 白手起家 奋斗了三十年 才有了今天的正红集团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是因为你的存在 会成为陆静身上的一个软肋 因为你 会让陆静伤神分心 会让他在工作上 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 郑虹集团这么强大 不会因为我受到什么损失的 我郑虹从来不会高估任何一个敌人 也从不轻视任何一个潜在的风险 从来不会高估任何一个敌人 在这儿 陆静喜欢你 他很在意你的感受 也很受你的影响 我是真心喜欢陆静的 我也是真心为陆静好的 难道您不想看到他每天都开心吗 开心 顾小姐 你不会认为 陆静放弃了庞大的事业 天天跟顾小姐在一起 她就会天天开心吧 楚汉争霸的故事 我想 顾小姐不会陌生吧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 听这个故事 我不明白 为什么项羽 这个盖世英雄 会败在 刘邦这样一个人的身上 随着我 年纪和阅历的增长 我明白了 因为刘邦背后 是吕智 而项羽背后 却是鱼姬 这美人一旦情长 英雄 就难免气端 一代西楚霸王尚其如此 更何况 凡夫俗子呢 顾小姐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现在陆静正在温哥华 处理非常紧急的工作 我相信 凭他对你的在意 如果你告诉他 爷爷 住院生病了 他一定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连夜赶回来陪你的 正好 我有事 要跟陆静通电话 如果你有什么事 就一道说吧 这儿 陆静 忙 最近的工作顺利吗 很顺利 我和顾盛楠在一起 让他跟你说几句吧 盛楠 楠楠 是你吗 楠楠 楠楠 抱歉刚才太忙 没有回你微信 楠楠 怎么不说话 楠楠 妈 喂 陆静 楠楠 怎么了 我下午从酒店回来的时候 碰到你妈妈了 然后我们一起喝了个下午茶 我一切都好 你不用担心我 阿姨 我还得去给姨爷交费了 先走了 我 到了把都跟我说了 我真的太累了 我凑了个人 我凑不够 真的太多了 我凑不够了 我凑不够了 你死 没事的 有我在 前的事你不用担心 有点有 你放心 你借给我 到时候我做到了 我全部会还给你了 以后再说 我们先让爷爷安心做手术 好吗 好了 不哭了 这样子怎么见爷爷了 不哭了 好吧 走 喂 陆姐 你 你都不知道 我最近发生了是吗 爷爷突然昏倒了 我都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刚刚做完手术 很成功 你不用担心我 我这边 郭小姐 你好 我是林曼 陆静呢 陆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您要是有什么事 我也可以帮你转带 那你让他回个电话给我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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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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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有完事 你看着我电话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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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完事了 可以走了 摸着气息 路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也可以帮你转达 你是代表酒店 来送蛋糕了对吧 你等一下啊 蛋糕给我就可以了 谢谢啊 来 这个给你 黎曼 黎曼 那不是一般的女人 那是我们计算部总 是 沈楠 是不是累了 你一会儿吧 陆进 他知不知道 爷爷生病住院的事 他不知道 我没跟他说 他忙 没敢打扰他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国吗 应该快了吧 是 我 我们 给你 我 他 是